冬57周岁 婚姻状况离异 辽原市龙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 经济收入4800元每月 住房面积56平米 刘大哥也是我们原来不玩的老嘉宾了 他是辽原市的一名环卫工人 还有两年多退休 刘大哥告诉红娘 他已经离婚十多年了 这么多年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培养儿子身上 现在儿子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又提前为儿子买好了房和车 这时的刘大哥才动了再找个老伴的念头 在上次节目当中 刘大哥和宁大姐签下成功 但因为宁大姐没过多久 又要去北京生活两三年 没有太多和刘大哥相处的时间 最终两个人决定和平分手 不过对于找老伴的标准 刘大哥一直没变过 会居家过日那种 也不会争也不会吵也不会闹 就好好过日就完事了 真的就相处得好了 儿子结完活了何时我退休了 就是你管经济都行 刘大哥的要求很简单 就想找个正经过日子的人 徐大姐完全符合 他们的见面又会怎么样呢 初次见面 刘大哥对徐大姐很满意 徐大姐虽然觉得刘大哥看上去比自己年龄大不少 但他认为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人好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而且两人还有一点奇妙的缘分呢 徐大姐和刘大哥同住在一个小区的缘分 让他们内心的距离一再瞬间就拉近了不少 也为这次相亲开了个好头 哥你现在在哪上班啊 换售 一线工人 花卫工人 你挣多少啊 4千七八百块钱 做啥活啊 开车 啊 我这个车是路边的果皮箱和那拉鱼桶 清刷 维修保养 哥你也退休了吧 还有两年半 你以前是哪单位的 我没单位 现在给家做那个镇骨 腰疼腿疼病的 还要歪脚了 扭腰 那是能做那个 你听说徐大姐家里是开镇骨店的 而刘大哥的腰增生 已经困扰他很长时间了 正好接这个机会啊 他想让徐大姐给诊断诊断 我看看 再笑 哎 为什么不能玩啊 不是能玩 就是地下有同时两样东西 你不会那么糟了吧 记得 我看挺装子 不是 同时有两个东西 两个手不敢去拿 两个手不敢 对 一个手可以 同时两个手不行 那就是使腰劲的 他这 他这 你这就是增生长得早了 完了有点该化了 八年前 体检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三四五突出 全是从增生长的 你要这腰不长增生 他没有突出 你家那个密质高 要啥呢 能就是吗 能 能 就是内图和外图都能 去我家 能不能就好啊 去我家 把玩血管先去增生 完了再给你服务 贴高 小妍 人居你最爱能好啊 就是这一系列过程 行了 正好家境 还方便了 都不用打车了 不是 欠你后半生 欠后半生 那正好 你感谢我 八年前主中德 我感谢你 因为我本人是更好了 行 这性格咋俩挺好 徐大姐就喜欢幽默风趣的人 刘大哥刚好是这样的人 两人说说笑笑 让现场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愉快了 接下来 刘大哥直接表达了自己找老伴的最大要求 你看我的米面年前发达 他放了没动 那油真的 我都很少做饭 是不是就全都给你做饭女儿 对 其实你是 其实两口人饭 真的我这人很随和 刘大哥在生活上的简单需求 在许大姐这根本就不是事 这次的相亲也是越来越有戏了 但接下来他们聊到的儿女问题 会不会让原本愉快的氛围变得沉重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徐大姐和刘大哥一见面 两个人都愿意对彼此再多做些了解 而且他们都住在一个小区的缘分 也让这次聊天变得很投机 随后他们谈到了各自儿女的情况 你几个孩子 嗯 俩 俩 那个归他妈了 那你就滚一个人家 对啊 那个都我结婚了 说那都这么高了 你都上学了 这小儿子多大了 二十五 那你得正经 得多正点的呀 还没给娶媳妇呢 大哥说说给小儿子都不重要了 房车都买完了 在哪儿买你房子呀 长存 一百零六十一百零毛 变了 变啥变 变的不变我就是一个工人在做啊 就是说的厉害就是说你一个工人把孩子负担这样的真不错 我现在不用管他了 结婚家在哪儿管吧管吧就完事了 不介意 他说的不说不用负担孩子现在了 嗯 就是结婚就给点钱 那人都找到存下来 也不能先挣 那人人没结婚肯定要付出 那都一样 是是是 你还能说你结婚了绝对不可以把钱都给我呢 你麻烦你 这辈子你就给他打一个 对于刘大哥儿子的现状 徐大姐丝毫不介意 他所担心的是刘大哥会不会介意自己儿子的情况 我的条件没得好 我的儿子眼睛残疾 我俩都是吃地宝的人 就是家里附近去取个快递呀 给家带你做饭全都能带 反正什么都不用我太吵醒 家里吧 从早上到晚上就家里所有的家务都不用我做 都是他做 就孩子那块绝对不会用别人负担 等那个以后 真要是他也能有 有找个结婚找个伴了 其实我自己都能负担 还有就是家里有点点收入 生意好不好 不好 就是一个月像个小工资似的 几乎每一天嘛 一个月勾每一天都有活 还挺好 那不会有什么影响 人家也能自私其利 也不如你养 再说人家儿子 还挣钱呢 这结婚也不如你 多你就拿点 少你就少拿了 也没指望你找什么 我的儿子也是一样 也是同样的 那你说 真正他儿子结婚呢 差点能无关了吗 也不可能是不是 既然是你说你谈到你儿了 你说有呢 我就能帮 没有呢 有多少 我最大努力 真的 对 在面对许大姐儿子的问题上 刘大哥能把话说得这么敞亮 这让许大姐悬着的心 也终于放下了 刘大哥对许大姐 那是啥啥都挑不出毛病啊 他现在就想知道 许大姐心里 还有什么想法跟要求 你要是想跟我在一起 你现在还有啥要求 直接说出来 我希望就是说啥呢 我现在也没有工资 这要是如果要是同意的话 就是你越给我点零花钱了 我不不行 那就是以前都想 不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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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 没有别的 不用说不用讲 这不是事 对一般的都是正常的 生活费这块你都不用想 不用愁这事 这我自然 我自然就出了 在刘大哥眼里 许大姐的这个要求 完全不是事 即使许大姐不提 她也会这么做 在生活上 她是一定会让许大姐 过得衣食无忧的 现在摆在许大姐面前的 就一个问题了 这会成为他们 相亲的阻碍吗 我这个跟儿子得那个 儿子只要是没结婚 好像是半天 我不敢能处来 就是帮他 也不是全部处来 就是那个 他有活的时候 这也近 我来打电话 我回家也行 但是你在上班 我一般就是在家了 他是说在 如果能在一起的话 也是就像我也想上班 晚上回家 就是这样 能不能接受 你跟着考虑一下 然后我就得挑衍 我心多大事 小事也得说 那不是事 当刘大哥遇到了许大姐 那个真是 天空飘来五个字 啥都不是事 刘大哥的不计较 和许大姐的要求小 让他们成为了彼此 最合适的人 行 慢慢接触了解 那天你上家这门 我来给你看个小 好不好 晚上五点 下班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